第35题 第35题36题是题主 大雄在万圣节的晚上到一间特别布置过的水果店买水果 店家将店内原本发出白光的日光灯管 包上绿色玻璃纸 并将窗户及墙壁都贴满了黑色的书面纸 以增加过节的气氛 假设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光源 请回答35到第36题 第35题是问我们说 店家将店内原本发出白光的日光灯 包上绿色玻璃纸后 会造成下列哪种影响 我们发出白光的日光灯 包上绿色玻璃纸之后 那么绿色玻璃纸只让绿光通过 吸收其他的光 所以本来应该让我们的墙壁都变成绿色 但是因为我们窗户及墙壁都贴满了黑色的书面纸 黑色会吸收所有的光 所以照过去之后仍然是呈现黑色 而不会变成绿色 但是因为我们的绿色玻璃纸 吸收了其他的光 只让绿光通过 所以我们的光量就会变少了 因此第35题问我们说 店家将店内原本发出白光的日光灯 包上绿色玻璃纸后 会造成下列哪种影响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店内光量变少